这世上的万物,没有什么能永恒不变,有诞生之日便注定会有消亡之时,人也不能例外。 尽管人无法做到永生,但对于长寿的追求,自古以来便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主题。 曹操在归虽受终有言,吟缩之妻,不但在天,养仪之府,可得永年。 人寿命的长短,不仅仅在于上天的安排,更在于自我的调养,显对方是依旧可以延年益寿。 如今,很多人都开始重视养生与健康,其实长寿的秘诀,无需求神拜佛,做到这三点就够,决定寿命长短的行为。 运动第三,睡觉第二,第一很多人做不到。 01,规律运动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有了显著的提升,但却有很多人生活在亚健康的状态之中。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,都是因为他们平时疏于锻炼,导致身体机能出现了退化。 医学杂志柳叶刀中,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,长期缺乏运动,会让组织器官机能下降30%,各类疾病也会伴随而来。 马约翰曾说,运动是健康的源泉,也是长寿的秘诀。 健康是维系生命最基本的要素,而运动则是保持长久健康最好的良药。 保持规律的运动,不仅可以控制体态,让自己拥有强健的体魄,还能振奋精神,提升自信。 还记得当年在梯台秀上,赤裸上身霸气走秀而爆红的最酷老大爷王德顺吗? 当年已经粘鱼冒叠的他,虽然虚发揭摆,但一身的剑刺肉却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他一生热衷于表演,为了能让自己的形体更具美感,他开始运动和锻炼,并且一直坚持到了现在。 也正因如此,他在台上才能如此虎虎生风,从眼神到肢体动作,无不透露这霸气和自信。 正如法国医学家蒂素所说,运动可以代替许多药物的作用,但所有的药物都不能代替运动。 任何的药物都不能让自己的健康恢复如初。 唯有规律的运动,能让健康长半余生。 无论选择了哪一种运动,只要坚持下去,就能不断向健康与长寿靠近。 2.好好睡觉。 管子中有缘。 起居时,饮食节。 寒暑室,则身力而受命矣。 按时作息,饮食有节制。 让自己与寒暑季节相适应,就会身体健康且长命百岁。 人这一辈子,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之中度过。 睡好觉,便是最好的养生之道。 然而在现实之中,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,各种压力的增加,睡觉的问题反而被严重忽略。 很多人习惯了熬夜的生活,主动或被动地压榨睡眠的时间,并且睡眠质量也非常低。 实验医学杂志的研究显示,睡眠不好,会破坏人体内身上腺素的周夜节律,进而影响正常的免疫功能。 严重的睡眠不足,还可能诱发各类心血管疾病,导致肥胖,抑郁和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。 人体就像一台精度极高的机器,若是长期缺乏维护保养,只是拼命地运转,终究会提前报废。 在睡眠的过程中,除了能消解疲惫,补充体力,还能将体内积累的毒素与垃圾清扫干净。 而这种身体的自我调节,是任何样物或补品,都无法做到甚至企及的神奇功能。 正如医学大师张仲锦所言,养生之道,先养心神,先养心神,后补脾胃。 养生的前提便是养好心神,而心神若要维持安定,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,则必不可少。 保持规律的起居,以及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,就是高效养生的良好开端。 03,傲吃喜悦,一个人情绪的好坏,既是健康与否的反馈,也决定着未来身体的发展方向。 正所谓,优则伤身,乐而长寿。 从某种角度而言,生命的幸运或悲剧,皆源自内心,心怀忧虑,整日愁眉不展,消极厌世,就算最健壮的人也会日渐消瘦,活得痛苦压抑。 心有愉悦,每天乐观开朗,积极主动,即使是深陷淋雨也能苦中作乐,过得潇洒自在。 电影《让子弹飞》的原作者马石图先生,已经108岁高龄,却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 他与人相处之时,总是一副面带笑容,慈眉善慕的模样,完全看不住是一位癌症患者。 面对病痛的折磨,他也始终乐观积极,用自己的勇敢无畏,一次次地战胜病魔。 尽管癌症夺走了他的一个肾脏,但他却并未因此一蹶不振,而是戏称自己为孤圣人。 也正是他的这份豁达与通透,让他历经了百余年的考验,依旧活得如此神采奕奕。 正如荀子一书中所言,乐意者长寿长,悠闲者长妖者,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态,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,最终也会成就什么样的人生。 养生的最高境界是养心,保持内心喜悦,心胸豁达,走过山虫水腹,方可邂逅柳暗花明。 胸怀宽广,看淡世事地繁杂,疾病便会随之远离,身体也自然会长寿健康。 很认同弗朗西斯·培根在论养生中的一句话,心胸坦然,在饮食、睡眠、运动时保持精神愉快,这是延年一寿的最佳真言。 想要健康长寿,其实并没有那样复杂,只要有良好的习惯与心态,福寿康宁便会如影随形。 此外,50岁后这几个问题要注意。 血压升高,中年危机到来,事业止步不浅,每天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忙得团团转,血压也慢慢升高,经常感觉头晕。 中青年高血压数据越来越多,患病语约14.1%,建议定期测浪血压。 别忽视,身材走形,到了50岁后,基本上都不负年轻时的毛条身材。 因为代谢变差,运动量减少,应酬增多,都会让腹部坠肉越来越多。 而肥胖又是百病之软,容易诱发多种疾病。 例如脂肪肝、糖尿病、胰腺炎、补质疏松等。 关节疼痛,三四十岁时感觉不明显,但是年龄越大,越感觉关节不得劲。 经常疼痛,有咔哒咔哒弹响声,走路一段时间后就像挂了签。 出现这种现象往往是年轻时有关节损伤没有治愈,或者平时没有注重补钙,运动量较少,导致骨密度不足。 以上三个问题,到了45岁到50岁这个阶段要重视。 提前预防,因为血压、肤量下降,发胖都是一点一点发生的,不容易察觉,等到明显变化时往往已经需要不可逆转。 从现在开始,有空多运动,没事早点睡,保持好心态。 再小的改变,经过岁月的日积月累,都能沉淀为属于自己的实力与资本。 坚持下去,你的人生终将会有所收获。 余生,愿你如月之恒,如日之声,如南山之寿,不牵不崩,如松柏之帽,无步而获成。